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这个频道又增加了几个订阅的人 谢谢大家到来 今天看一下这个袁腾飞老师 他为这个灾区捐款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 袁腾飞老师在自己的微信里面发文说 坚持关于河南水灾情况 看到了一些小城市 如河南的新乡受灾严重 河南的新乡受灾严重 很多灾民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袁腾飞老师感到了非常的心痛 帮不上什么大忙 见可能的见自己一点绵薄之力 但他说实话 不太相信任何基金会 然后不相信任何的捐款通道 宁可把钱直接交给灾民 用于应急 如果有灾区的当地的粉丝 小一点 请留言 请给袁腾飞老师留言 留下你的姓名跟联系方式 袁腾飞老师会主动联系 联系你们 根据袁腾飞的个人能力 是有限的 能自助 当地灾民是十户灾民 每户灾民是1000元人民币 虽然钱不多 但是至少保证每一分钱 都是都能到达那个灾民的手中 都能到达灾民的手中 袁腾飞老师那个捐款没有做视频 然后他直接在那个微信里发的这个信息 直接在微信里发的这个消息 记得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订阅我一下 我这个是蒋墙内图发事件 给我想做好 你这个是蒋墙是我想做的 你这个是蒋墙的 我这个是蒋墙的 你这个是蒋墙的 你这个是蒋墙的